本地政治漫画家祖纳早前在国内发表 含有讽刺意味的推文后惹上了官司 事隔几个月 这位艺术家又在瑞典发表了几幅 侮辱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画作 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今早指出 祖纳的行为不但违法 同时也非常缺德 目前当局交由警方全权处理调查案件 阿莫扎西今早在交代出席内政部家庭日活动后指出 祖纳最终会否遭到对付还需要叙事警方的调查结果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拿督斯里沙烈早前也谴责祖纳的做法 根本是让国家蒙羞非常不妥 针对沙州最新出炉的内阁阵容 阿莫扎西指出 沙州政府计划修改州宪法 让沙州首席部长可以委任超过三名副首长 不过他不愿证实是否会委任华裔副首长 一切交由丹斯里阿德南定读